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來跟大家介紹 關於一週年即將推出的聯動武將 燎原火的技能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要知道 燎原火是在火鳳燎原的聯動活動當中 就可以白嫖到無火的 包括另外一隻小夢也是 不需要再額外消耗我們的資源 並且19號開啟的慶典服 在開服的當下 也是會有火鳳燎原的活動 持續到活動時間結束 算是額外再開放一次 那除此之外 只要等到活動結束之後 這兩隻武將 是再也不會復刻的 當初入服的官方是這麼的說明 算是聯動的限定 因此要體驗到這兩隻火鳳燎原的限定武將 一定要在此活動時間上限 並且解完所有的任務 否則就再也拿不到了 現在來看到燎原火的普攻 還蠻有意思的 攻擊敵方單體 獲得全新的buff效果 無勇 每回合最多觸發一次 無勇會在開場的時候 額外再獲得三層 持續到戰鬥結束 此狀態下 燎原火可以鎖血 生命值不會低於10% 可以想像成類似張療或是董白的鎖血機制 除非單次受到來自對方武將 超過25%的最大生命值傷害 又或者是說 累積受到三次暴擊 以及每次受到神兵傷害後 才會減少一層的無勇狀態 這邊來額外說一下 關於神兵的機制 像是可以多段攻擊的弓以及斧頭 他們一樣只會減少燎原火的一層無勇 這個機制 他算的是神兵的施放次數 而不是神兵造成傷害的次數 因此呢 遇到斧頭 又或者是說射日弓 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一樣只會減少一層而已 由此可知 無勇是燎原火最OP的技能 甚至我個人覺得比董白以及張寮的索寫機制 還要來的厲害 尤其是在新區 要單次打出超過25%的最大生命值傷害 又或者是說累積受到三次暴擊 在新區來說都是比較困難的 暴擊率並不高 那造成的傷害也不薄 不論是在PVP 又或者是說PVE 都是非常好用的一隻武將 緊接著我們看到怒弓 一樣是攻擊敵方單體 如果燎原火處於無勇的狀態 會對目標額外施加三段的飛鏢攻擊 也就是怒弓造成的傷害量 會來的更高 我們也可以想像成 在新服 飛鏢是可以隨著怒弓施放的 因為無勇的狀態下 在新服要被打掉 是比較困難 再來是 如果自身的最終命中率 高於敵方的最終閃避率 則飛鏢可以額外附帶 50%的無視防禦 這基本上也可以算是常駐 最終命中率通常是會 比最終閃避率來的更高一些 那戰鬥當中 如果失去三層無勇 則無法再啟動飛鏢攻擊 這算是限制了原先的飛鏢攻擊的啟動 我們前面說到了 在新服飛鏢攻擊 是可以不斷觸發的 因此它額外增加了這個限制 來導致我們前幾回合的傷害會比較高 因為可以觸發飛鏢攻擊 那失去無勇之後 怒弓的傷害量則會下降 然後我們看到被動三星的效果 跟公孫戰的機制相同 遼原火站在前排 可以額外獲得最終閃避率 站在後排 則是額外獲得最終命中率 並且每回合結束 或失去無勇的時候 遼原火會隨機獲得最終閃避 又或者是說最終命中 可以疊加兩層 持續到戰鬥結束 也就是代表著 遼原火站在前排 最終閃避率會比較高 那站在後排剛好相反 最終命中率會來得更高一些 再來看到五星的被動 算是一個質變的開始 觸發閃避後 可以對攻擊來源的武將 施加兩段的飛鏢攻擊 附帶50%的最終命中率 並且可以降低目標500點的怒氣 500點的怒氣是相當多了 可以算是一半的怒氣直接被減沒 那尤其是對上群攻AOE的武將 就更好觸發這類的效果 像是對上江維 呂布 又或者是說曹操 好人曹操 反擊一樣都是可以觸發閃避之後 這個飛鏢造成的效果 那再來是自身每次施放飛鏢攻擊後 使飛鏢傷害的倍率可以提升5% 最高提升至85% 然後可以使自身的攻擊力提升2萬點 這是一個固定值 最多可以疊加7成也就是14萬 以老弗來說是完全不太需要的 2萬點或者是說14萬 並沒有多少 不過這個效果 在前7天的伺服器當中 就相當可怕了 可以增加14萬的攻擊力 傷害量是非常的高的 最後看到上火的效果 首先是一火 對敵方前排進行攻擊時 無論有沒有命中 都可以使其降低10%的最終免傷 或是最終閃避率 又或者是說格擋率 持續一回合 最多可以疊加3成 也就是30%的這三種效果 再來是三火 當無勇的乘數被降低時 可以馬上增加燎原火的500點怒氣 更好觸發燎原火的怒攻 最後看到無火的效果 透過普攻獲得3成無勇之後 之後的怒攻 都必定可以觸發追加的飛鏢攻擊 且造成的最終傷害量 可以提升50% 進一步增加燎原火的輸出空間 對了還有羈絆的效果 當然是配合小夢一起上陣 可以增加閃避率還有抗暴率各10% 以及比較重要的吸血率50% 增加燎原火的生存能力 還有開場 可以在額外獲得2成無勇 配合原先的3成 開場就直接拿到5成的無勇 大大的增加燎原火的鎖血能力 每回合結束之後 還可以獲得持續到戰鬥結束的 30%最終暴擊率以及暴擊傷害提升 這邊是沒有寫說提升的層數 因此是可以無限的疊加 打得越久 燎原火造成的傷害也會來的更高 最後來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燎原火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一支武將 那像是其中可以提升最終閃避率跟最終命中率 好比台服 能增加閃避率的 就只有孫全這隻角色 因此能跟燎原火進行搭配的武將還有陣容 實在是不多 尤其是在老區 燎原火並不能放入主流陣容當中 頂多當作玩具來玩玩 那在心服當中 他的地位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 尤其是之後的慶典服 包括其他的心思服器 再加上活動當中 可以免費升到無火 也就沒有必要再練雙傻了 攤縫行道龍 改成直接玩燎原火以及小夢 會是開荒更好的選擇 那麼本次的燎原火技能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